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论语密码 我们继续讲 周游列国十四年 今天是第五十四回 六十岁 是吧 必招种泥 上一回 上一回咱们聊了聊 孔子在晨的三年幸福生活 是吧 我们说了什么叫六十尔顺 是吧 还跟大家说了 什么叫先小人后君子 在晨国呀 本来待的挺好的 突然这个乌鸦嘴子贡啊 又又带来一个消息 子贡告诉孔子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鲁国火了 着火了 斯多家着火了 斯多是谁呢 斯多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职务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也不知道他跟孔子的关系 大体上呢 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鲁国大内总管 这个意思 紫禁城总管 这把火呢 斯多全家遇难 而且火势蔓延 最后把鲁国的宗庙烧毁了一角 书中说呢 烧了鲁桓公和鲁西公的牌位 孔子听完以后呢 就跟子贡说 说这是一种 一种预兆 斯多家着火 这就是济世将有灾难 子贡嘴里不说 心里一定好笑 是吧 这老师岁数越大越迷信了 没辙了 是吧 啥事 这都 这都讹上我了 上次鲁定公死 就就我多嘴说的 这一次我给带来个消息吧 这就就又成了我带来了坏消息 没辙了 是吧 我也是醉了 可是没几天 你说不服不行 是吧 这老师你不服不行 没有几天 消息传来 季氏出事 季环子死了 孔子跟大家说 为什么当初我说 济世要输事呢 被烧毁的这个灵牌 这个鲁桓公和鲁西公 这都是济世的祖先 济世第一个封爵的是鲁桓公的儿子 是鲁西公分封的济世 一个是济世的父亲 一个是济世的哥哥 就是从这两个人以后 济世经过四代 成为现在这个三环这个局面 论语当中有一句子贡的感叹 是吧 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说的 子贡说 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 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意思就是说 夫子讲文学 是吧 这个我们都学到了 但是夫子的算命的本事 我们没学到 信与天道 是吧 人性和天道 就是算命的这个本事 我们没 预测未来的这个能耐 没学到 算命的能耐 孔子是不教的 因为什么 你往后看 是吧 这变戏法的和算命的 这是师兄弟 都是一旦告诉你底细 他就不神了 就没饭碗了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里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季环子的遗言 最终的季环子的遗言 这个遗言被也被论语记录了 是吧 据说季环子临终的时候 有一句话跟他儿子说 就是一定要要召回孔子 季环子认为赶走孔子是济世衰落的原因 这个让孔子听说以后心情很好 以后呢 以后都被这个论语呢 讲述论语的人认为 季环子知错了 咱们就说说如何理解季环子这句话 我跟你说 这贵族啊 高贵啊 高贵就高贵的 永远不会认错 您等贵族认错 您等着去吧 济世为什么衰落 当然这跟宗庙里济世祖先的牌位被烧毁 没有关系 是吧 孔子预感到济世将要衰落 不是他预感到济世将要衰落 是济世实际已经衰落 他不过是拿失火的事 套上这个事说事罢了 是吧 还真的就把子贡忽悠住了 不过济世呢 自己说的对 济世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其实要说起来也很明显 也很简单 你只要对比一下济环子和济平子 原因立刻你就明白了 你对比一下济平子那个时代 啥样的人为济平子服 济平子的大管家是杨虎 杨虎现在是晋国赵央的重要智能 是吧 济平子废议的宰 公山不纽 现在在吴国当大夫 孔子团队里的很多人 都以前都在济世家族上班 现在呢 现在这些人差不多都离开岗位了 有这些人帮忙 你说济世能不强盛吗 没有这些人济世又凭什么强盛呢 济环子的话是拿孔子举例 一定要把像孔子那样的人请回来 我们济世才能繁荣 这是济环子遗言的意思 贵族不会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那就不是贵族了 不是说济环子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要儿子改账 不是 济环子这辈子 他遭遇的最大问题 就是无人可用 没有几个他爹当年 他爹手下那样的人 他认为他做不成事 是因为手下不如他爹 所以他跟他儿子说 你得有几个能干的手下 现在的鲁国 现在的鲁国 是吧 济环子不满意 因为什么 现在的鲁国倒是 君君臣臣富富子子了 可是问题是他出活吗 能干的人毛病多 毛病少的人他不出活 这事你说他就是没办法两全 济环子现在为什么说这个话 他已经预感到天下大乱在即 所以告诉儿子早做准备 准备啥 准备人才 济环子那不是检讨 而是告诉他儿子 还得是用能人 就是一句话 智世出庸才 乱世用能人 以目前这个局面来说 用能人可能我们会亡于内乱 但是不用能人 我们一定亡于外患 其实还是一个意思 是吧 孔子是个 是个有问题的人 就是现在 他成了有用的人罢了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 是吧 子贡又问孔子 这是灵魂之问 就是那个珠宝的问题 老师有那么多国家 请我们去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国家呢 您为什么不去呢 孔子回答什么 我在等 是吧 只是没等到 没等到出高价的人 我在代价而辜 前面咱们讲过这个故事了吗 论语当中 子贡问孔子 是吧 我有个宝珠 我是应该把它 放在一个盒子里 好好的收起来呢 还是趁着现在有人出价 赶快卖了它呢 孔子回答是 卖了吧 卖了吧 是吧 我我只是等着 别人出高价而已 一般认为孔子在等 鲁国的邀请 是吧 这说明一种爱国情怀 哎 掌柜觉得确实是啊 但是应该还有更客观的原因 就是按照 按照现在的形式来说 按照国家的实力来说 大国并不是孔子的首选 因为去了 去了这些大国 你算啥 是吧 你比如说晋国 你到了晋国你啥也不是 因为什么 人家国内有那么多贵族 你去了 说了不算 小的国家 太小的国家 孔子现在试了试 孔子不认为自己失败了 孔子认为 这小国我发挥不出我的能量 你比如说我现在在陈国 确实我没干出成绩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这个仗让谁来打 你现在凭着陈国的实力 你也打不过吴国那帮人 所以需要一个比陈国强 而又不如晋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 孔子觉得鲁国正合适 如果介于齐国 鲁国介于齐国和和晋国之间 如果和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大国任何一个国家结盟 鲁国就能自保 处于不败之地 如果和这两个大国能够同时结盟 那就具有战胜强敌吴国的条件 具备条件 所以鲁国从实力来说 成为孔子的首选 这不奇怪 但是既然季桓子死了 还留下那样的遗言 孔子为什么最后没有收到鲁国的聘书呢 因为现在鲁国的两位领导人 对孔子承见很深 国王鲁埃公不想用孔子 因为他心里如生无用 他爸爸告诉他的 是吧 季桓子的儿子以后也不用孔子 因为什么 因为孔子这人确实问题很大 他叛变过一次 所以不到毫无办法 他们不会启用孔子 这个鲁国你看啊 就从就从这俩人 这俩领导来说 确实我跟你说 一代不如一代 鲁国最强的 最强的两个领导人 造成今天鲁国成为一个中等国家的两个领导人 一个是季平子 一个是鲁定公 是吧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活着 孔子就有出头之日 就可惜了是吧 他们他们都死了 孔子呢 孔子只能眼看着自己 一天天老去 孔子苦等的鲁国聘出 所以迟迟没有等来 孔子想回鲁国了 但是要达成这个心愿 还得靠子供 没有子供 我跟你说 孔子无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下周了 下周咱们讲讲 孔子说 大道不顾 下周咱们 请不吝点赞 咱们 先看看 MING 我们下周咱们 请不吝点赞 孔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